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吗?怎么变形?怎么给它接续吗? 首先一形容词的过去是 是把一去掉变成かったです 比如说 暑い 就是暑かった 暑か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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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一形容词的过去否定是 暑い 暑くなかったです 把一变成空 后面的なかったです 好 那那形容词和名词 那形容词和名词的过去是 过去是很简单 です 直接变成でした 那么过去否定是呢 就是 好 那我们稍微简单的复习一下 我们进入今天的学习 首先我们来看我们第一页的单词 稍微有点多 今天呢 都是动词 这一页都是动词 然后我们来看第一个 遊びます 是游 写作游 大家可以把它想成就是游玩 游玩的意思 玩耍 玩耍 遊びます 遊びます 然后游泳 泳ぎ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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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游泳 游的意思 然后疲れます 上一课咱们讲的过 上一课咱们讲的是 ちょっと疲れました ちょっと疲れました ました是在过去时还有点累了 那么疲れます 就是累和疲惫的意思 然后下面结婚 结婚是 結婚します 有个小粗音 结婚します 结婚 后面接了 します 结婚します 就是结婚 好 買いものします 買いもの 是也可以单独用的 作为这个名词 买东西 買いものします 就是动词了 名词后面加上这个 します 就是动词了 大家记得 食べ物 飲物 都是直接把这个 食べます 的这个ます 去掉 后面跟上ます 買いもの也是一样 買い 它的原型是 買います 把这个ます 去掉 后面直接跟这个もの 買いもの 就是买东西 買いものします 就是在买东西 去买东西 是动词 好 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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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吃饭的意思 食事 同样 也是 把这个食事 后面 名词 后面 加上 します 变成动词 就是吃饭的意思 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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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这个名词 后面加上 します 散步します 散步します 就是散步的意思 公園を散步します 在公園散步 在公園散步 迎接 迎接怎么说 写作一个迎字 迎接 迎接 这个迎接 当然就是迎接人 也是这样 迎接一个什么 特殊的日子啊 或者迎接一个什么 毕业典礼啊 什么的 都是可以用这个迎接 来说的 迎接朋友 迎接朋友 好 我们看下一个 入ります 写一个入字 入ります 进入 进的意思 入ります 入ります 然后进入咖啡厅 喫茶店に入ります 进入 进入入入入ります 喫茶店に入ります 进入到咖啡厅里面 喫茶店に入ります 然后 离开 出ます 出ます 离开 出ます 从哪里 出去 出ます 出ます 喫茶店 出ます 大家注意啊 进去的时候呢 前面注词是 你 因为你从外面 进到里面去 是你 那么出去的时候呢 是 我这个注词 我这个注词 大家注意到吗 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时候 是用 我 喫茶店 我 出ます 下一个 出します 出します 它的字和这个上面这个 出ます 是一样的字 但是呢 它两个单词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 出します 出します 是发音也不一样 意思也不一样 出します的意思呢 是拿出 拿出 还有提交 提交的意思 出します 出します 手紙を出します 自信 拿出信 把信拿出去 就是自信的意思 手紙を出します 好 那我们从第一个来稍微读一下 遊びます 遊びます 泳ぎます 泳ぎます 疲れます 疲れます 結婚します 結婚します 買い物します 食事します 食事します 散歩します 散歩します 公園を散歩します 公園を散歩します 好 右边 向かいます 向かいます 友達を向かいます 友達を向かいます 入ります 入ります 喫茶店に入ります 喫茶店に入ります 出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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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喫茶店を出ます 喫茶店を出ます 出します 出します 手紙を出します 手紙を出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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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看下一页 下一个给大家稍微写了几个 写了几个可以与します 搭配的这个名词 首先第一个 つり 搭配是说 这个不是直接这个 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 这次直接变成一个动词了 那么这边呢 是名词和动词搭配在一起 中间还有柱词 用一个お来连接的 比如说第一个 釣り 钓鱼 釣り 釣り本来就是一个 这个钓鱼的意思 釣りをします 就是表示这个动作 表示这个钓鱼的这个动作 釣りをします 然后滑雪也是 スキ スキ 然后它变成这个 表示动作的话 就是スキをします スキをします 然后会议 会议是名词 会议 会议 是会议 那么开会呢 就是会议をします 变成动词了 如果单独是会议的话 就是 单独是这个会议的话 就是只表示这个会议 会议的意思 然后 登録 登録 登录 登录 就表示这个登记啊 注册的意思 登录 那么它可以直接 登録します 登録します 或者是 登録をします 登録をします 是这样子的 好 我们来看右边 右边的话 就是形容词了 太変 第一个 太変 太変 这个是那形容词 大家看到 因为没有这个 最后不是一结尾 是那形容词 那么它的意思呢 就是严重 严重不得了 之前好像也给大家 讲到过 就是 太変 太変です 表示这个事情 非常的严重 比如说 你想说 自己这个 非常累啊 或者是 非常的开心啊 都可以把这个 太変 接在这个 词的前面 太変 或者单独 直接说 太変です 就表示 很糟糕 或者很严重 是可以直接 翻译成这样子的 太変 嗯 太変 太変です 好 我们看下一个 欲しい 欲しい 想要 欲しい 嗯 这一般表示 这个自己主观 想要什么什么东西 想要什么东西 欲しい 何々欲しい 我想要一个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 什么之类的 这个后面会讲到 文法的时候会讲到 欲しい 然后寂寞 寂し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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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这个寂寞的寂字 就是表示这个寂しい 就是寂寞的意思 然后面积 面积比较大 然后宽 它的翻译是 広い 広い 写作一个广字 广字 広い 広い 然后面积小 窄 它的翻译是 狭い 広い 狭い 是这个 是这个 反译词 好 我们来稍微 读一遍 释り 释り 释りを します 释りを します スキー 注意后面有个长音 スキーを します スキー 会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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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議を します 会議を します 登録 登録 登録します 登録します 好 我们看右边 右边 首先这个市政府 市役所 其实我们一般用中文讲的时候 会直接讲这个市役所 或者是区役所 区役所也会有 写作区 区役所 这个的话 日本这边就是像之前给大家讲的 这个县啊什么之类的 日本这边的这个什么区 有23区 然后每一个区都会有自己的区役所 然后市也会有自己的市役所 那边会办一些 当然是政府机构 这边会办一些这个什么保险 然后什么搬家的手续 怎么怎么样 都会在这个地方办 是市政府的意思 然后第二个 是这个游泳池 游泳池的意思 这个长音 然后第三个写作穿 那它是河的意思 カ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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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カワ还有一个那个意思 就是鸡皮 鸡皮 就是因为这边有口 那个吃鸡肉串嘛 然后那个鸡皮的发音 也是カワ カワ一模一样 这边的话是这个穿 穿的话是河的意思 カワ 然后周末 シュウマツ シュウマツ シュウマツ的话 一般就是形容 这个周六周日两天 然后 ナニナニゴロ ナニナニゴロ 一般呢 是接在这个时间的后面 时间后面 比如说 イチジゴロ 就是 就是一点钟左右 一点钟左右 表示这个 前后 前后的感觉 前后 好 那下一个 定时 定时 定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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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前面会跟上 这个定时的 这个名字 比如说 这个什么 牛肉套餐 是套餐的意思 牛肉套餐 牛肉定食 就是这种 一般前面加上牛肉 或者是 其他的定时 会把这个 定时的名称 加在前面 好 我们来看右边 牛东 牛东 是牛肉盖饭 牛肉就是牛肉 牛肉的意思 牛东 一般这个东呢 就讲的是盖饭 在日本这个什么什么东 还是蛮多的 什么海鲜东啊 什么天津东啊 什么的 蛮多的 牛东 这边是牛肉盖饭的意思 经济 是这个经济 写作经济 跟咱们经济 是一样的意思 美术 之前咱们学过美术馆 是美術館 美术的话就是 美術 翻译有点不一样 美术的时候是 前面高 后面低 美術 然后如果是美术馆的话 是美術館 美術館 好 我们看一下 nani ga nani ga 就是什么东西 doko ga doko ga 是什么地方 加上一个ka ka 对 其实那个nani nani就是也是什么的意思 doko 就是哪里 哪里的意思 nani ga doko ga 也是一个 这个疑问的一种表现 好 我们来这个 从这个诗语所这边 我们来稍微读一下 市役所 市役所 プール 川 周末 ゴロ 停职 牛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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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経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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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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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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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ど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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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下一页 常用表达给大家举了几个哈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一个句子 お腹 お腹が すきました お腹が すきました お腹 就是肚子的意思 肚子的意思 が すきました 空了 肚子空了 就是肚子饿了 お腹がすきました 肚子饿了 那么 一杯 就是这个 满满的 这种感觉 肚子饱了 一般是没有形容 这个饱了 这个动词的 すきました 就是饿了 或者是这个空了 肚子空了 肚子饿了 お腹がいっぱいです 就是 很饱 就是肚子里面满满的 然后 口渴了 喉が 渇きました 喉が 渇きました 渇きます 就是渴的意思 渇きました 咳了 嗓子渴了 喉的话是 嗓子的意思 嗓子渴了 但其实说出来 直接翻译出来 就是我渴了的意思 喉が渇きました 咳了 嗓子渴了 そうですね 就是 附和别人的时候 这样子 这样子 一个表现方式 そうしましょう そうしましょう 这个 何なにましょう 之前我们讲过 这个语法 就是 我们去做吧 好的 我们就这样去做吧 或者是邀请别人的时候 何なにましょう 是这样一个表示方式 そうしましょう そう 就是 好啊 那就那么去做吧 那就那么去做吧 的感觉 好 再一个 ご注文は ご注文は 这个后面省略了 ご注文は何ですか 后面省略了何ですか 就是 您点的是什么 他省略了这个 是什么 ご注文 注文的话 就是这个点菜 点菜的感觉 点菜 注文就是点单的意思 ご注文は 加上这个 ご 是表示尊重 是这个工作人员 这个服务 服务员可能 对这个客人说的 所以是 ご注文は 然后別々に 就是我们的主题 別々に 然后就是分开的意思 就是个别个别 分开的意思 然后下一个 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 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 然后这个 少々呢 就是 可说可不说 少々的本来意思呢 是稍微 稍微 お待ちください呢 就是稍等 稍等 请等一下 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 就是 请您稍微 等一下 和 お待ちください 就是 请您等一下 这种感觉 为了比较 更礼貌的话 肯定是说 这个 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 就是 您稍等一下 会比较好一些 お待ちください 就是 等一下 这种感觉 好 那我们的 这个上半部分 先讲到这 大家先稍微 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